看看新闻网 内部假思索的一点头 真是让人网穿秋水啊 虽然距离爆料领证完婚的 去年12月足足晚了9个月 可是郑秀文仿佛承认 许志安为老公 怕是要让许志安 投着乐好一阵了吧 忙于跨年演唱会之际 郑秀文还抽身为珠宝做代言 这分分钟的拼命借而 不得不让人感叹爱情魔力之大 瞧瞧这身珠宝价值言诚 可是和许志安赠送的相比 郑秀文直言这些都算不上什么 许太太真是轻易不秀恩爱 秀钱恩爱来手也舍不住啊 她的心意比较大吧 这个应该会比较贵我觉得 在经历了22年的爱情长跑后 郑秀文终于晋升许太 这份幸福因为潮出极限的爱情潮跑 而显得分外厚重 但在当时人看来 如今一切都已回归于平淡 你这有什么差别吗 有什么适应不了的地方吗 都差不多耶 游戏内地 综合报道